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來請陳醫師解答一下好了 第一題就是經常吃白飯就容易變胖 經常吃白飯容易變胖 事實上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都還是希望大家均衡 如果你單吃一個 吃很多當然容易變胖 可是他沒有說吃很多 還是該吃啊 不能貼 一般來講我們白飯是主食 澱粉類的主食我們一天大概要吃四份 一份大概一碗飯大概是250大卡 所以你只要過量當然就容易變胖 你的意思是說一天四份 對 要吃四碗飯 等於是四碗 要吃四碗工對不對 要吃四碗工對不對 可是一天四份耶 那這樣子等於是四碗一天耶 對可以吃1.5到4碗 蠻飽的啊 澱粉量 很多耶 可以吃到這麼多 哇那蠻多的耶 蠻多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每個人的基礎代謝率 那如果以男生來說是四碗 那女生是不是要減少 還是要看你全部的量加起來 其實我們減重的話 主要還是要看你一天的熱量 大概攝取多少 如果你今天白飯吃的夠多 那你其他的油脂類蛋白質類 自然就要降低一些 所以主要還是看總量 對 所以他這邊經常吃白飯 的確有一點點的陷阱 對 對 因為之前人家都說 一定要吃澱粉啊 減肥還是得吃澱粉 要吃 因為我們還是 重點是熱量要控制 然後飲食要均衡 要均衡 其實他主要是不是要說 是那個白飯是屬於精緻澱粉的部分 是要強調要吃糙米嗎 糙米飯當然會比較 比較好一些 很多人都叫我吃糙米 那你有吃嗎 當然還是白飯好吃 那是這樣子 對 這一題的癥結就在白飯這個地方 對 那現在很多人說白飯不能吃 因為白飯就會胖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 比較不好的觀念 對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是錯的 那為什麼白飯 現在大家那麼討厭呢 因為大家都喜歡買 越潔白的白飯 很像米 很像越好吃 對 越好吃 那其實也沒錯啦 因為跑得越乾淨 它就越細 越好吃 但是它相對的粗糙度就不夠 纖維就不夠 對 膳食纖維不夠 所以糙米是比較夠的 糙米飯會比較好 那如果很多人吃那種什麼十股米 五股米 那種有幫助會更好嗎 也會比較好一點 會更好一點 對 沒錯 所以這一題應該這樣講 有糙米飯跟白飯給你選 當然要選糙米飯 糙米飯 但是白飯跟蛋糕給你選 你還是要選白飯 當然 當然是選蛋糕 對 女生喔 你怎麼像女生啊 對 甜點類很好吃 甜點類真的很小火 對 這一題應該就是白飯這個問題 對 了解 那第二題呢 常喝黑咖啡可以幫助減肥 咖啡 喝咖啡 事實上本身可以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因為有咖啡因的關係 對 沒錯 但是事實上很多現在孩童 兒童 為什麼說他們吃早餐的時候 配一杯咖啡或者是什麼 拿鐵 行啊 孩童呢 孩童 他們有一些早餐店很多都這樣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 小朋友不可以 不建議喝這樣子 因為拿鐵啊 那種拿鐵咖啡 他們都會加很多糖 事實上都加了很多糖 對 但純喝咖啡的話 它的就有幫忙減重的一個效果 而且有增加它的新陳代謝 幫助新陳代謝 對 沒錯 黑咖啡 就是因為咖啡因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增加我們的新陳代謝 對 沒錯 但是很多人本末導致 也不能多 早餐就都不吃東西 只喝黑咖啡 那很傷胃 真的很傷胃 對 就喝到後來味都不會了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建議還是說 可能吃點早餐 還是要均衡的碳水化合物 纖維 蛋白質 都有了以後 喝一杯黑咖啡 那就還不錯了 好 但是如果黑咖啡 然後只加牛奶 不加糖 那就是拿鐵啊 不是 拿鐵不加糖 不加糖是OK的 還OK的 但是你喝那個 那時候喝牛奶 事實上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你拿鐵 就是加牛奶進去後 咖啡跟牛奶 事實上它有鈣 鈣的吸收就沒有那麼好 就沒了 對對對 它就不會讓它吸收得那麼好 那如果分開喝呢 分開喝 分開喝然後喝進去 咬一咬一咬 然後再咬一咬 先喝一口 咬咖啡 然後再喝一口 那個牛奶 那還是要隔多久才能喝 事實上我們 大概都會建議至少隔半小時 半小時 讓身體吸收 對 好 OK 第三題 運動後吃東西是減肥的大忌 事實上喔 運動後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消耗的是肝糖 那如果你運動完 你不吃肝糖類的東西 糖分的東西 你就會消耗掉下一個就是蛋白質 所以你的肌肉反而會分解掉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建議 吃一點點的糖分 糖分是 就是我們說的主食類的糖分 不是sugar那個糖 我知道就是你所謂的 譬如說地瓜 對 一些些的糖分 然後再配好的一些蛋白質 蛋白質 當然這也不是說要吃過量 小豬我今天運動完250大卡 所以我們就去吃一個牛排 沖一個什麼 對 然後結果熱量是500 1000的這樣子 那就超不要 就超不要 就一點點就可以了 所以山豬你運動後 都是不吃東西的嗎 不是我以前好像是聽說 你要先問他有沒有運動吧 有啦 聽說運動完 運動完吸收是很好 就運動完30分鐘之內 那個吸收是很好的 是很好 所以你吃了什麼 都馬上吸收 比如說你吃了會胖的東西 那你馬上就是胖回來 是這樣嗎 通常還是說你吃進去多少東西 主要還是這樣子 吸收代謝率當然會提高 但是一開始還是會應用糖分 對 所以還是看你吃了多少東西進去 所以運動完之後不吃東西 堅持不吃東西 它會消耗到你的肌肉 對反而會讓你基礎代謝率下降 喔 所以運動完之後還是建議 吃一點蛋白質 吃一點點糖類比較好 對補充一些些 好 你不是屌 是療 療 對不起 先玩笑 我今天那個舌頭破一個洞 腳壞了 有點大舌頭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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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吃東西不能吃太精緻了 酥燒一點 加點蛋白質類的東西就好 好 晚餐太晚吃就容易變胖嗎 嗯 其實不是你多晚吃的關係 其實因為你在中餐跟晚餐之間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晚餐晚一點吃可能 比較容易變胖 它想要撐住的時候 中間可能吃一點東西 對 那反而就吃那些零食的熱量就會很高 那所以不是晚餐太晚吃容易變胖 而是你中間會拿一些東西去填肚子 所以容易變胖 主要還是全部的熱量加起來是多少 而且晚餐如果你太晚吃 吃完直接就睡覺 更容易胖對不對 代謝率其實它吸收率沒有那麼好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 容易一些餵食道逆流的一些問題 更不好 會健康比較不好一些 所以何美會吃宵夜嗎 不會 我很愛吃宵夜 可是是不是人家都說吃宵夜 要隔三到五個小時再睡覺比較好 一般大家是天亮的吧 所以我說我肯定要睡 五眼就慘一睡 你就馬上説成是天亮 然後乾就壞掉了 超想睡 一般大家還是會建議兩到三個小時 對 至少兩到三個小時 對對對 就主要就是讓裡面的食物消耗 能夠消耗掉 因為如果你馬上吃飽 然後直接躺著 它就會讓你的有容易餵食到膩 對 很容易餵食到膩 身體其實都還是需要休息的 對 你不能一直處於一個 比較飽食的狀態 對 好 OK 所以最後一餐呢 建議就是在睡覺前 兩個小時以前完成 像我晚餐大概都五點就吃了 那麼早 那你晚上二怎麼辦 沒有啦 那你幾點睡啊 至少兩個小時 因為我晚上還要繼續看診 所以我大概五點到五點半休息 就趕快吃便當 那你不會吃宵夜嗎 一定要的啊 對嗎 為什麼身材可以維持成這樣 五點吃 所以我的觀念就是 你吃東西要定時定量 我晚餐固定五點吃 我宵夜固定十點吃 對 吃完十二點多到一點睡覺 欸很剛好啊 對 沒錯 而且是不是不要吃太飽 對 太飽是一個關鍵 就像剛剛陳醫師說的 如果熱量超過了 就容易變胖 對 所以只要吃七分飽 七分飽 一般都是建議這樣 對 七分飽 你每一天存的這個熱量 就會慢慢被消耗掉 對 扣打就有 對 喔 了解了解 我很想問三叔 你知道什麼叫七分飽嗎 欸 我在訓練 因為我平常大概都是吃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 對 我會吃到說 有點撐 然後人生好美好 很痛苦 你真的很可愛 我來教大家七分飽的感覺 其實很難 因為我們胃的感覺 跟你腦部跟你說吃飽的感覺 會有個時間差 對 所以胃的感覺會先到 所以你就一般的速度這樣吃 吃到覺得胃已經有滿的感覺了 就停 那就大概七分飽 對 你如果腦子還沒有跟你下達指定說 不能再吃的時候 你就繼續吃 吃到他跟你講了 大概就是十二分飽 真的 因為尤其你肚子真的很餓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拼命吃 吃得很快 可是你並沒有覺得飽的感覺 對 但是下一刻 你一站起來的時候 哇 大概已經都吃了 滿出來了 對 後來我就發現 怎麼判別 最基本的判別 七分飽 也就是說 你吃下去之後 如果不餓了 就好了 就OK了 對 對 這樣子最好判別 對 不然你如果一吃吃吃吃吃 不覺得飽 不覺得飽 然後吃到你覺得飽的時候 站起來就土了 對 好不好 OK 想看最後一題 好 飯後吃水果可以幫助消化 更可以減肥 怎麼可能 這題其實就 是錯的對不對 對 呼應了剛剛陳醫師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大腦會感覺飽的時候 事實上都已經太飽了 吃太多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會建議 蔬果 蔬菜跟湯 會在飯前 前面的時候就吃 因為它的GI值比較低 對 DGI 對 DGI 然後這些胰島素還有糖分 它升高的不會那麼快 慢慢吃慢慢吃 對 你吃到主食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飽足感 你自己就會吃那麼多 可是要看那一餐吃什麼 如果是牛排 怎麼可以先吃水果呢 對啊 對不對 一定要很餓的時候 然後去吃那牛排再爽 對啊 真的 不過剛剛那題有點關鍵 就是大家現在都說水果好甜 不能吃水果 不然會胖 對 對 這件事 那其實剛剛陳醫師已經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GI值 對 對 水果也是要看GI值 不是看它的甜度 對 沒錯 不然現在去哪裡買不甜的水果呢 很難 台灣的漢業真的太厲害了 對 台灣的水果都很甜 對 而且我真的給大家真誠的建議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親身經歷 就是 睡前千萬不要吃水果 因為一個禮拜後 你會發現 你的腰圍越來越寬 真的 真的 我老公有一陣子就是每天晚上夏天 他都覺得好渴好渴 每天晚上睡前都吃西瓜 哇 西瓜 你知道很可怕 他那一個禮拜胖了兩公斤 超恐怖的 不過重點不在水果 而是在西瓜 因為西瓜糖分高 但GI值很低 那怎麼看GI值 就看這個水果的纖維含量高不高 像西瓜幾乎沒有纖維嘛 對 都是糖跟水而已 但芭辣 芭辣是不是就有 芭辣就好東西 那還有像 香蕉 香蕉也還可以 番茄 香蕉的熱量還算蠻高的 它纖維也比較沒那麼多 纖維也算重的 像葡萄也沒什麼纖維 對 葡萄沒纖維 那番茄呢 柚蓮也很恐怖 柚蓮沒有纖維 很少纖維 又很甜 目前在這三大魔王 西瓜 葡萄跟柚蓮 少一點 了解 那其他水果就交替著吃就好 懂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